金山区六谷里是农业的大理 其中也有不少的田间闲置空间 因为长期没有维护导致垃圾堆积成脏乱点 日前在环保局与里长的活化之下 不少闲置空间都成了绿地 近来还新增了一处福坛宫旁的花圃 与路边的空地 让田间的小路变得更整洁美丽 相应性别是环保局 闲置空间整治 以前的工庙 是作为打草重生 经过整治以后 我们以当地的种独间为止 原本山茶花是衍生种 里长还用心的挑选金山最有名的杜鹃花种植 让活化闲置空间之余 还可以发展地方特色 此外闲置空间可不只是活化就好 每年为绿化植栽来除草 维护也是相当重要的课题 还有活动中心前的台湾百合富裕地 也是里长与志工不断的维护管理 才能看起来明亮整洁 因为从七年开始的话 就是整个理念的闲置空间整治 包括夏六谷段那个喜事旧宅 旧宅原先是杂草重生 鸡饼垃圾都乱倒 后来经过家族委托以办公室管理 我们家里绿美化 变成一个小工人 每年都要去定期维护 对对我们就定期在维护 此外里长也特别提及夏六谷28号 许氏旧宅前的闲置土地 原本脏乱不堪垃圾堆积 甚至还曾引发火灾 在去年整理活化过后 今年绿美化的植栽都长得相当好 还开了许多的花朵 宛如田间小镜旁的小花园 而立帐也期待 透过闲置空间的活化 成为社区的示范点 鼓励大家发挥农村再生的精神 活化土地 让住家环境的居住品质变得更好 记者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